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这个华为的甲绘充电器 咱们拆了有好几个了 这一个是原装正品的66瓦的充电器 咱们今天就是做拆解 上一个视频的各项评测 大家都看了 都是非常优秀的啊 今天主要是看看这个原装充电器 内部做工和各种元器件使用的情况 咱们话不多说 给它拆解 还是用咱们这个迷你切割机 来把它切开 这个切割片不好用了 咱们换一个 更换了一个新的切割片 切了这么久 终于把它切开了 这个材料好厚的啊 直接把它撬开 看一下这就是正品充电器的内部 我们还要继续的 把这个里面的充电主板把它拿出来 我们先用钳子拔试一下 看能不能把它拔出来 不行了 拔不开呀 太难拆了啊 咱们没办法 又把这边给它切开了 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个钢片 我们拿下插头这一部分 这里是两个弹簧片 把这个主板这两个触点 死死的夹住 然后整个主板全部都填满了硅胶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咱们只有把壳子直接给它切开了 切开了过后直接把它扳开 原装的充电器的做工就是这么好 不仅仅是填了硅胶 这上面还有一层泡沫的双面胶 粘在这个壳体上面的 咱们先给这个电容放一下电 因为刚刚从插头上拔下来的 现在没有清胶之前的话 大概可以看到 这上面有外电容 电解电容 固态电容 这一块是平面变压器 共磨电感 把胶清干净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板子的样子 这是咱们把硅胶 初步的清理干净过后的样子 大家看一下 初级和次级 采用一个白色的绝缘片进行隔离 这是隔离的绝缘片 整个充电器的主板 做工是非常到位的 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做个展示 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分解 把这上面所有的插件 全部都取下来 然后从输入端到输出端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充电器的构造 这就是咱们拆解下来 这个原装66瓦正品充电器 里面所有的元器件都在这里 这就是它220V的插头 这里面有两个弹簧钢片 都是不吸磁的 这两个点就是220V的触点 这一颗是NTC抗浪涌电阻 防止我们插插头的时候 浪涌电流损坏充电器 外面套有热缩管进行保护 这个地方有一颗压敏电阻 外面有热缩管套柱进行保护 这一颗压敏电阻 FNR来自广东 丰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是专门生产电阻电容类的 高科技公司 成立于1984年 适应型号是10K561 10千欧的一个压敏电阻 防雷击和防高压的一个安全元器件 这个地方就是一颗慢恢复保险丝 这颗保险丝的规格是 耐压250V容量是2.5A 一个方块型的慢恢复保险丝 这一颗4E型号 ABMR510 是一个耐压1000V的一个贴片式的整流桥 将220V的交流电 整成脉动的直流电 这一颗公制电杆外面有热锁管进行保护 内部是公制磁心 外加气包线进行扰制 也是起到滤波作用的 高压滤波电解电容 均来自湖南的爱华 这是一家国产的老品牌的一个 专门生产电容器的一个厂家 4颗电容的容量全部都是400V22V 总容量达到88V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电解电容 这一颗耐压值是63V 容量实微法 一样的来自湖南的爱华 这一颗电解电容是给这个充电器的主控芯片 进行供电用的 电流经过整流滤波 就来到这款主控芯片上面 这个芯片的私印型号是9802-00 实际型号是IW9802 这个芯片来自美国硅谷的戴勒格半导体 这家公司成立于2000年 现在与日本的瑞萨电子合并 属于瑞萨的子公司 这颗芯片是一颗高性能数字反击控制器 具有先进的零电压开关 JVS和自适应多模控制MMC 适用于需要高功率密度的适配器 芯片经过优化 可以与戴勒格的协议芯片 IW72X系列配合使用 可以在快速充电应用中 以非常精细的步骤 实现紧密的多电瓶恒定电压 和多电瓶恒定电流调节 它还提供了关键的过压 欠压过流过热等等保护功能 这一颗外面有刚套保护的一颗MOS管 这颗MOS管是配合主控芯片使用的 它的适应型号是P14N65FJHE 来自杭州世南威电子 这家公司成立于1997年 这一颗N勾道的高功率MOS管 耐压650V 内部的导主是0.26欧 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一个平面变压器 变压器的适应型号是HIGC393 来自广东东莞市的加龙海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这一家公司成立于1997年 是全球优质磁性元器件一个供应商 它与很多世界500强的企业进行合作的 这一个变压器内部磁心为扁平的一个猛心功率铁氧体 磁心外面有铜箔包裹 铜箔有一根连接线连接在这个PCB上 这是一个接地线 这是变压器的初级端 这一个是变压器的次级端 私印EL1018的光偶 来自台湾的溢光电子 这颗光偶横跨在初级和次级之间 用于初级次级通信反馈调节输出电压 这是输出抗干扰的蓝色Y电容 用了两颗 规格是一样的 上面有安全的标识 两颗串联提高耐压等级 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次级输出端的构造 芯片压在这个USB-A口的下方 这一颗芯片就是次级同步整流用的NMOS管 私印型号是LN76076H 它是耐压100V导主7.6毫欧的一颗NMOS 主板的背面同样的有一颗一样的私印型号的NMOS管 两颗管子并联提高整流效率 两颗规格一模一样的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容量是680V耐压16V 这两个是哪个厂家的 咱们不知道 有知道的朋友们评论区留言 私印是F15T 还有一颗容量470V耐压16V的一颗固态电容 私印是PT316 咱们也没有查到是哪个厂家的 与主控芯片配合使用的USB协议芯片 也是一样的来自戴乐格半导体 私印型号是720-01 属于戴乐格半导体的IW72X系列芯片 芯片类自同步整流驱动信号输出 和VBUS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 内部集成华为私有FCP和SCP协议 类自放电MOS和输出电流传感等功能 还有各种保护功能 这是一颗私有协议芯片 瑞莎官网没有这颗芯片的PDF资料 应该是防止破解华为的快充功能吧 协议芯片旁边这里有一个R2003 这是一颗输出电流采样电阻 这一颗就是USB-A口的一个输出VBUS控制管 私印型号是L03-02A 耐压30V的 这一个就是USB-A输出端口 外面有塑料层进行保护 内部的舌片细腻光滑没有毛刺 做工也是非常好的 这上面还有私印信息 充电器的主壳体上面有主燃PC的标识 为PC主燃材料 充电器的后盖壳体上面一样的有PC主燃标识 USB口 这里还设置了缓冲泡棉 这个华为66瓦原装充电器的评测和拆解 咱们都做完了 希望我的视频可以给大家带来参考意义 这个原装充电器 整体延续了华为家族充电器的风格 充电器配备一个输出端口 66瓦输出 向下兼容 华为和荣耀40瓦和33瓦等快充 性能全面 就这么一款充电器 就能满足华为和荣耀各种机型的充电需求 喜欢我视频的老铁门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某平台销量百万的山寨华为 88瓦充电器正在拍摄中 期待你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关注